科学回忆路 今天科学回忆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自己做运动的 也很努力去做的 你可否解释一下科学不做运动 都可以保持健康呢? 这样说 我不是来介绍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我纯粹说我们是有人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努力地希望令自己不用努力地去做运动 我想大家坊间那里都听过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有肥胖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 可能做运动是太过花费时间 太过辛苦 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吃粒药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吃粒药可以控制着我不会痴肥 而且还要令到我的身体更加容易产生肌肉 和消脂 如果大家看很多的那些坊间健康食品 经常都说自己 怎样可以帮你去排毒 又消脂 又可以令你体态健美一点 其实通常这些广告下面一定会有一只 鬼死这么小的字 就写着 需要配合适量的运动和温行的运势 其实那行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说科学上有没有做过努力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找到可以回顾一下有些这样的尝试研究 而这个研究的目标 未必仅是和这个控制脂肥 和令到一些人可以懒舌不运动有关 而是真的想去医治一些的病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往往我就发现到这些药可能有一种效果 让人们可以意想不到地达到另外一些的目标 比如你说很简单 当初韦哥发明的过程都不是为了韦哥的 心臟病 是的 但是结果出来就有韦哥的 就是现在人们认识到韦哥的效果 另外就是说当初去医那个脱法的那种药 当初是一种希望能够医前列腺肿胀的一种药 谁知道就吃吃吃吃到那些人可以生病了 那同样这次也是 原来在我们去研究一些糖尿病药的时候 我们去曾经是发现过有一些的机制 了解到人体的机制 会不会就让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些方法 去介入我们的新陳代謝 令到一个人可以不用做运动 就可以减肥 消到脂 还可以出来的体态很漂亮呢 原来是有人做过这些研究的 但是我可以补充一下 譬如说现在有些做运动的 如果你想增肌 最化速度 做运动之外就吃铝固醇 食物 我不知道台长你自己有做运动 但是如果你做运动 有人说你要吃这些添加剂 你自己会不会抗拒 我正在吃吃的 但是我不是吃铝固醇 你能不能吃吃哪一种? 你能不能吃吃哪一种? 有些叫增充粉 我吃过的 但是我不想长期吃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增充粉其实是蛋白质 但是有很多 譬如说举个例子 譬如说李小龙 他生前有一样东西叫 protein shake 我知道那块牛扒就放在brender上 加很多东西 加鸡蛋 加巧克力 加香蕉 他每天就直接吃一杯 我相信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问题就是这种东西 你会怀疑有一种副作用 举个例子 如果你不吃 然后你的肌肉会怎样呢? 这是一些后遗症 我们想说一样的就是 的而且确如果你做运动 而想你独立到某个效果的话 你是要靠一些辅助的药品 药物和食物去配合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 是的 我想你说的那些 尤其是那种增重粉 很多时候是叫 whey protein 乳清蛋白那些东西 那种乳清蛋白粉 你最容易认得它就是 它不是像一般奶粉那样 要你脂肝搞那么久的 那些乳清蛋白粉 你会发觉很容易用的 是的 用得很快的 然后他会建议你 就是刚好你做完这个运动 那些肌肉在撕裂 用得最厉害之后 就立刻喝 于是立刻就补充了它 但如果你问我 这种也是一个食物的成分 因为我们吃正常的饮食 一样有这样的乳清蛋白的 只不过现在去把那些乳清蛋白 很集中地做成一些粉 令到你一下子谷下去 那就很纯正 令到你可以吃得最少的东西 用一个最快的方法 去给身体一些建立肌肉的building blocks 那你问我这种方法 其实我又不是太反对 因为它不是一种干扰你内分泌的东西 但是唯独是要小心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吃那么咸 它始终就是 尤其是蛋白重的话 一定是对肾的负荷高的 是的 会有蛋白料的 就是有蛋白料 因为它消化不了 它排出来 是的 是的 所以你一下子 譬如那个人喝东西 你也要多喝点水 以及一个低盐的饮食 通常如果大家不想再多餘脂肪 就是一个低脂低盐 但是高蛋白的饮食 这样的样子 就是长期是这样 很激烈的那些 如果玩了健身 那些其实对神 心臟那些负荷可以很大 是的 那这个就是 对于身体平衡上的影响 有些就瘋了这个地步 甚至乎你去那些 卖脂肪奶粉的地方 有些奶粉是有Creatine Creatine 簡直就是一些激素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能够产生到增肌的那种激素 那有些人就觉得 就这样喝Creatine 都不止醉了 就是打針下去 就是这样的玩法 那你说这个 你是在讲一种 由内分泌程度去介入 就令到你短期内 可以生很多肌肉 这样的样子 那我就觉得 这些又很偉健 但是怎样也好 你肯做这些东西 你个人也会有 有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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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要说 这些东西是否太极端 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 我自己都多去到 乳清蛋白我就会停的了 你要我再去吃 一些有激素的东西 我就会抗拒的 而且我也经历过 真的对人的 有一定的身体负荷在那里 就是那个身体 那这里我们就讲远了一点 就是搞那么多东西 那么辛苦 又要买蛋白粉 又要去做那么多健身 又要练得那么辛苦 身碎身汗 我们现在就不是 不想做这些东西 又没有一种方法 就是一天吃粒药就搞定了 那原来呢 这就要回顾回来 在几年前呢 就曾经是在这个坊间 有一个很热 就是比较 尤其是美国 就很热烈的讨论 就是说 因为有一家 有一个大学的 一位科学家 去声称自己 发现了一种配方 一种叫516 就是他纯粹代号的516 这种这样的药 这种这样的疗情 它就可以介入到你身体的新层代謝 它到底是一种激素 好像都是一种激素来的 自己本身 那它最疯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它是能够骗你的身体 使你的身体 以为自己处于 那个运动的状态 你身体运动的状态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说 它会懂得叫你的身体 把脂肪拆掉来用 那其实呢 我想台长 如果你有练开拳 甚至乎有朋友练开跑的 你会知道的 你跑呢 最初呢 不是很需要用力 很轻松的那一刻 其实那天你还是在消耗 你肌肉自己本身里面的糖分 但是你随着你自己肌肉里面的糖分 越来越少 你要开始身体 要懂得叫其他的部分 去抽取它的储备出来用 那一刻呢 你调动身体做这一刻呢 其实那些中长跑的运动员 整天就要锻炼这件事 令他的身体有这样的新层代謝能力 去支持到他做这么长远的运动 那其实就是了 当你去运动去到这么长远的程度 你已经开始出汗 吸气很辛苦的时候 那其实你的身体呢 才懂得去开始消脂 就是你不能坐在那里就这样 什么都不动 气都不转入就这样消脂 很难做到的 但是原来呢 我们了解了身体的时候呢 就是身体去运动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你就有一些新层代謝的机制 有一些耐分地 懂得叫你的身体拆脂肪来用 那原来呢 这个这样的 就是几年前 应该也有五年前 就是美国有科学家他提出了 就是我找到一个新的这种配方 他这种激素呢 就是台长你现在就找到这个 化学的那个样子出来 那个分子结构 就说他能够去骗到我们的身体 就跟我们的身体说呢 不要再烧你的身体的糖了 你的身体不够糖 就立刻烧脂了 这样的 那于是你就可以呢 就一直吃到这种药在身上的时候呢 他就不停地 是消耗你身体上面的脂肪 来去应付你日常生活的工作 那于是就是说呢 你基本上不需要特意去抽时间 去做运动 去举重去跑步 还是怎么样的 又不需要出身汗 不需要吸气 但是呢 就是可以令到你做到消脂的效果 那甚至乎呢 基本上呢 如果有人是练了那些什么 六个腹肌那些呢 其实你会发觉就是说呢 你其实那些脂肪少一点呢 那几个腹肌都自然浮了出来 是啊 那你就会有 是啊 所以大家不用怕啊 你减少那些脂肪就出来了 你只要减少脂肪 就重新就是六神合体就瓦解了 是吧 那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呢 你就会好像以为自己又回到腹肌了 是吧 你如果吃了那些油 就算你不运动 你的脂肪走了 你就会回到腹肌了 那我想对于玩劍美的人来说 哇 这个更加大的福音 但是好了 这个发明出来的时候呢 竟然是一个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于是乎就有了 就是现在我传给台长你的这篇文章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近年呢 是没有人再讨论跟进这个配方 那原来呢 其实大家要很小心就是说 当出现了这样的配方的时候 首先 你如果在美国发明了 你要首先要过到美国的FDA 最后原来美国的FDA 根本不批这个药 它不批这个药呢 有两大的原因 第一就是说 我们不会认为一个人没有能力去 就是不去 就是觉得呢 这种不肯去做运动 来去消脂这个东西 是需要有一个治疗的 就是这些东西你做运动就解决了 你使用特意去吃一粒药来解决 这些东西是多余的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 他不认为这些东西是需要医治的 你有能力去消脂就可以了 那我不知道啊 可能有些人真的痴肥 他真的肥到 就是动都动不了 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都不能忽略 那个运动 本身运动 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大家可能想着 就是辛辛苦苦做运动呢 就只是帮我们去减肥 健美就算了 但是其实就是 这个讲来都沉了 运动带来的其他好处 是多得很重要 其中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他们锻炼我们的心肺 令到我们的心脏 可以继续 就是有个健康在那裡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FDA批准了这些药 真的被人去试的话 令到很多人 不去做运动 不去做心肺运动 但是都消了些脂 但是问题 他们的 但是就会有更加大的风险呢 就有心脏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件事是帮别人害人呢 那其实就 所以大家反而是 从我们的天然规律的正路 去运动 去消育这支 反而是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机器 的调动得最好 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将这种药 去拿它在老鼠做实验的时候呢 发觉那些老鼠生了癌症 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曾几何时 很容易的一种这样的配方呢 就是最后就没有成为一个 正式的坊间产品 但是其实它本身的意义 又不是说是为了去找这些的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科学家去找这些 去帮你消脂的这些这样的药 是很多时候是为了去帮助那些糖尿病的人 就是如果大家家里是有 懂得有人患糖尿病的话呢 我想糖尿病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那个身体去控制血糖的能力 甚至乎它怎么样去分解那些糖分 去抽身体积序的糖和脂肪出来 用整套的能力去搞坏了 就是你胰岛素这一种这样的胰狀 就是去分泌出来的激素 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是那种 消化、吸收、储藏、提取 这几个功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能够有那个糖尿病的药 就是去控制住血糖 甚至乎可以帮我们去控制住身体 它什么时候去消不消脂 或者用不用糖呢 其实很多时候那些糖尿病的药 是有这样的东西在 就是当然你有个胰岛素在这里是重要的 但是同时就是有胰岛素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控制食欲 控制血糖的药物在这里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些 控制介入你身体消不消脂 消不消糖的这些这样的分子 就是在那个糖尿病人的药方里面 你就会找到这些什么物质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为什么当初要研发这个东西的动力 但是原来中间的过程里面 就找到一些方法 似乎和你的血糖没什么关系 但是就令到你不用运动消脂 这个是副作用来的 现在只不过大家要小心留意 就是不要那么轻松去相信 有一些很懒的方法去消脂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尤其是激素的东西就要很小心 会有一些的负作用在这里 不过你刚才说的 我可以有两点补充 因为我都熟悉一些 玩这类运动的朋友 那我可以告诉你 十居皮革其实都有吃药的 或者类似刚才你说的那些 很建效的 因为很建效 还有你刚才说的一些 CREATE IN这些 去那些肌肉生长那种激素 是你自己身体也会产生出来的 你可以说那些是天然成分 是你自己身体也有 不过你加多些 令到它生多些 所以现在的问题 不是谁不吃药 是谁吃药 大家找不到的 这个据我所知是很普遍很普遍的 我想连那些监察这些 有没有犯规 有没有吃那么弱的人都知道的 只剩下你自己 有没有 就是杜哥一尺摩 他当然是吃些东西你找不到的 花陪人家那些 就是竞技性啊 就是无论大致这个奥运啊 或者小致这些 这些健美的比赛 其实大家都有吃的 第二个就是 刚才来提到 就是那个运动的好处 就不止的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话 你的脑里面 会分别一些 的荷尔蒙出来 不知道叫做 老来啡的 你运动完之后 你个人就会比较 乐观点 开心点 和是比较开朗 基本上有三样东西 那些Domafin 接着是血清素 和那些Oxytocin 这几样东西都和你那种 人的士气 和满足感 和乐观的程度 是直接有关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不要贪图那些食粒药 解决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对于身体生存代謝的影响 那个复杂程度的理解是有限的 我们找到一个弱的配方 可能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忽略了很多 其他方面的平衡 所以我就会认同FDA 去这个决定 为什么那种516配方 不批出来 第一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可以 排除不了它致癌的风险 第二就是 不要被人一个错觉 我认为有些东西可以取代运动的多样的好处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很乐意做一件事 就是凡事吃些药 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你不开心 你吃一只药 你开心回来 或者你个人很懶 你吃一只药 美国人是很热 很热做这件事的 是的 这个就直接影响到 我们早一两个星期就提到的 这个肺炎疫情之后 很多的国家 那个随着疫情去减退 很多国家的人均寿命是长了 但是美国就没有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反弹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 很多原来在那个疫情中间的时候 美国那些濫药的情况是严重了的 所以有些人他不是肺炎死 但是他可能是濫药死的情况是多的 是啊 那最后提一提一件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因为我打拳而已 其实如果你被人拿拳 你个人会很高的 因为你被人拿拳之后 你的脑里面会分别一些物质 令到你的人是蒸鸿了 就跟你狠身一样 是啊是啊 你战斗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人 尤其是男人的原生机能 你是受到打击 你面对危险的时候 你就很醒了 那些可能是腎上線素 是不是 整个人兴奋刺激你 甚至乎是不觉得痛 甚至乎是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嗯 而且会上瘾的 就是我听过有人叫Hit Drunk 就是如果 我亲眼见过的 是啊 就是他 你打脚除之后 他人是high的 就不是觉得痛 这个就是 就是我当然 接下来世界盃 你看看 那些人你铲完 我铲完 大家越铲越烈 越炒越厉 越炒越厉 越铲越high 就很容易打架 是啊 就是一样 是啊 所以人体是一个很奇妙的结构 Anyway 大家就小心 不要墮入这种圈套里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